首先给大家道个歉 我之前把梅里泰利神殿老是说成泰利梅里神殿 泰利梅里梅里泰利傻傻分不清楚 今天纠正一下 这座神殿叫做梅里泰利神殿 当叶尼福来到泰利梅里泰利神殿之后 见到希瑞之后 希瑞很不喜欢这位新来的自己的监护人 因为叶尼福对他就像是对待一件快递似的 上来先验验货 他用手指捏住希瑞的下巴 仔细地对其进行观察 有没有得过什么传染病啊 一旁的南尼克摸摸说 没有 他很健康 那有没有头痛或者是痛经呢 也没有 叶尼福点点头 看身高长得还可以啊 比同龄人高一点 乳房发育也还可以 你要是希瑞你会喜欢一个人 上来就用验货的方式来检验自己的身体吗 叶尼福就差检查检查他到底是不是处女了 另外希瑞不喜欢叶尼福的因素还有一个 就是叶尼福实在是太漂亮了 他光彩照人 希瑞本身其实长得也不错 但是希瑞跟叶尼福站在一块就显不出希瑞了 希瑞心想啊 我待会就去马厩里偷一匹马 然后逃走 叶尼福笑说 哎呦 你这个想法不错哦 希瑞当时都惊了 立即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原来自己在叶尼福女士面前竟如此之透明 那杰洛特之前是如何跟他相处的呢 如果两个相爱之人啊 其中一个能对另外一个的想法一览无余的话 这日子肯定没法过 叶尼福检查完希瑞的身体之后啊 又开始检验他的智商 就是用上面画了各种各样图形的卡片 让希瑞来找规律 希瑞很不耐烦 但是叶尼福对他非常严厉 他完全不敢忤逆叶尼福 相比之下杰洛特扮演的是一位瓷父 特利斯扮演的是一位瓷姐 南尼克扮演的是一位瓷奶 大家对希瑞都挺温柔的 唯独叶尼福扮演的是一位眼母的角色 希瑞对叶尼福的感情是既害怕又尊敬 并且还慢慢的越来越依赖叶尼福了 而叶尼福确实也把希瑞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他对希瑞的称呼是我的丑丫头 在此期间 叶尼福和南尼克没少发生矛盾 因为这俩人的关系有点像是婆媳关系 而且他们对待希瑞的态度也不一样嘛 南尼克是绝对站在杰洛特那边了 你以前跟杰洛特待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经常折磨杰洛特 现在跟希瑞在一起又经常折磨希瑞 南尼克对叶尼福确实没有太多好感 接下来叶尼福在教希瑞如何使用魔法的时候 那更是异常严厉 这个魔法你得先从地气水火中汲取能量 然后才能对外进行释放 而汲取能量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当能量进入体内时 是会对人体的五脏六腑还有血管造成冲击的 希瑞往往掌握不好 一不小心吸猛了 啪血管就爆了 就跟刚开始练车的人掌握不好离合似的 松猛了车就鞭灭了 希瑞经常受伤 给南尼克心疼的呀 南尼克刚开始还跟叶尼福吵吵 但这个儿媳妇太强势了 南尼克也很无奈 就只能生闷气 然后他就不搭理叶尼福了 看见叶尼福就跟没看见似的 那汲取完能量之后就需要向外释放魔法呀 通常释放魔法有两种形式 一是法印 二是咒语 法印就是用手快速的截个印 这个方式比较适合战斗时使用 你只要把手势给练熟了 那截印是能截得很快的 像阿尔德法印啊 只需要一个手势就能打出去 所以练魔人通常都会学习法印 而咒语的话是能干很多事 砸七砸八五花八门 比如给我照个亮 这就多出来一个光源 还有我之前提到的那个能变成猫头鹰的菲利巴 他就经常用魔法让自己高潮 这是书里写的啊 可不是我胡编的 当然我也不是说咒语就完全不适合战斗 而是不适合脸对脸一群人在这互杀的时候 那等你念出来一大长串咒语 那不黄花菜都凉了 这里需要额外说一点啊 叶尼福严禁其锐 从火中汲取能量 至于为什么后面会讲 西瑞在练习结议的时候 叶尼福会上手去掰他的手指 因为手行这儿没做好那儿没做对 西瑞一疼就喜欢哇哇乱叫 而他这一叫万一让南尼克听见了 那又避免不了一场婆媳大战 或者是婆媳冷战 所以叶尼福就不停地让西瑞闭嘴 他特别讨厌西瑞叫唤 叶尼福也不想老是跟南尼克发生冲突 毕竟这属于家庭内耗 虽然叶尼福不怕南尼克 就算两个人争吵时 叶尼福也不会落于下风 但是谁愿意天天跟人吵架呢 那叶尼福虽然在教育西瑞时 对他非常严厉 可平常他对西瑞也是有温柔的一面的 西瑞总是会做噩梦 但由于叶尼福在他的身边 叶尼福总能给他带去力量 让他克服恐惧 还有就是两个人经常会躺在草坪上 或者坐在树底下一起谈天说地 西瑞这个年龄啊 是会产生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的 刚好叶尼福又见多识广 渐渐的啊 西瑞对叶尼福是越来越依赖 尤其是当西瑞做那个噩梦 是会很痛苦的 叶尼福就守在他的身边 他竟忍不住喊叶尼福为妈妈 小说是用了一整个章节来描述 这母女二人关系的微妙变化的 只不过太零碎了 我就不细讲了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在读这一章节时的感受吧 就是很温暖 很阳光 很舒服 就像玩乌十三的开头 有一种小幸福的感觉 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 与此同时 在美里泰利神殿之外 整个世界的局势波绝云归 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列文人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 渐渐达到高潮了 那在讲高潮部分之前 我必须把前面这些铺垫剧情给讲清楚啊 铺垫剧情就相当于是整上事了 你不嫌整上事 你怎么能整高潮呢 事情的起因 要从亚电国王德马维 邀请北方书王们来哈吉要塞 秘密召开峰会说起 参会的人我再介绍一遍 正好大家也跟着我再文顾一下 首先是东道主亚电国王德马维三世 然后是泰莫利亚的福尔泰斯特老福国王 还有瑞达尼亚的维兹米尔二世 以及科德温的亨塞特切贼国王 最后是莱里亚和利维亚的米维女王 这本来是两个小国 因为联姻合并成了一个中型国家 但由于利维亚的国王已经死了 现在由他的妻子合法继承了他的国家 米维现在就是这个合并国家的女王 这两个国家都认可女性作为领导人 比辛特拉的政治环境要好太多了 那为啥这些国王们要聚在一起开会呢 因为尼弗加德的渗透 令北方各个国家焦头烂额 虽然尼弗加德没有跨过雅鲁加河 来侵略更多的土地 但是他们一方面资助了一支敌后武装游击队 就是松鼠党 使北方各大城镇几乎变成了一座座孤岛 互相之间你想传递个信息 运送物资老是被打击 这谁能受得了 另外一方面 尼弗加德对待非人种族比较宽容 他们便利用更多的非人种族 去大力宣传这一点 导致生活在北方的非人种族 就会心向南方 在北方人和非人之间的矛盾 几乎已经到达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每个国家现在都得增兵 用更多的士兵来看着这些非人种族 用更重的刑罚来压迫这些非人种族 用更高的税收来盘剥这些非人种族 那有同学可能会说 北方诸国的政策怕是有毛病吧 你用士兵看着 用法律压着他们 我还能理解 但你又同时向他们征收更多的税费 你这不就是反倒逼迫他们造反了吗 没办法 因为国家要增加军费开支 而这笔钱摊在人类身上的话 人类肯定不会同意 但是非人种族 你都不是人 你要什么人权 换句话说 非人种族就是 我得交更多的钱 目的是为了让你们派更多的士兵来压迫我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和非人之间的矛盾 那北方现在就是一堆干草堆 星星之火便可以燎原 国王们深知眼下的局势 存在着巨大的危机 照此发展下去 尼佛加德帝国都不用跨河作战 北方出国自己就完蛋了 所以这就是国王们聚在一起开会的原因 老夫国王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跟当年精灵们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们的先祖一步步蚕食他们的土地分化他们 结果后知后觉的精灵族就输掉了一切 现在如果我们北方诸国不能对尼佛加德帝国做出强有力的反抗 那我们就是下一个精灵族 大家都认可老夫国王的看法 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对尼佛加德帝国做出强有力的反抗呢 以前新特拉在的时候 从阿米尔山脉到雅鲁加河畔 这一片地区就是最好的战略缓冲地带 那个时候南方势力就无法渗透到北方 北方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么严峻的对立局势 那由于现在这个缓冲地带没有了 双方哪一方的势力更强大就会给另一方带去巨大的压力 那很明显南方势力是要强于北方势力的 尼佛加德小动作不断 而北方只能疲于应对 那么对于北方诸国来讲 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建新特拉 以达到重新建立起战略缓冲地带的目的 一谈起这个话题 大家纷纷开始后悔 当初草率的把新特拉割给尼佛加德了 如果当初北方王国不认可 尼佛加德拥有新特拉的主权的话 那你尼佛加德就是在非法占领 我们北方王国随时随地都有借口去收复实地 而现在北方王国再想把尼佛加德 给赶回阿美尔山脉以南的话 你就需要从别的地方寻找正当性了 发起战争的正当性是非常重要的 这牵扯到一方面老百姓是否认可发起的这场战争 另外一方面 术士兄弟会是否会支持 术士们可不是摆设 所以找一个怎样的借口向南方发起战争 从而把他们给赶回到阿美尔山脉以南 这是本次议会的议题之一 不过这些国王们也太乐观了吧 就算他们找到了发起战争的借口 可他们的实力会允许他们把新特拉给夺回来吗 这还真不好说 其实尼弗加德的崛起不也就是从恩西尔登基之后才开始的吗 四年前第一次北京战争 他们是打了个北方人措手不及 大家严重低估了尼弗加德帝国的战略企图 刚开始大家都以为这就是小打小闹 战争还不是常有之事 等到新特拉被亡国灭种之后 大家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这才去集结大军 而且集结起来的北方联军 那肯定也不可能做到很好的统一调配和指挥 而且还要长途奔袭去应战 就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 才会让北方败的那么惨烈 但其实北方不至于弱到这个地步 而且这些年北方诸国也有很多人想要复仇 比如史凯利格群岛的国王 他也叫托尔赛克 只不过是叫布兰托尔赛克 因为他的弟弟就是卡兰斯的老公 不是死在尼弗加德人的手里了吧 所以他就发誓要跟尼弗加德人死磕到底 如果这次是由北方人主动出击的话 去打一个南方人措手不及 那或许真的能把尼弗加德人 给赶回阿美尔山脉引南呢 可问题是正当性从何而来呢 毕竟那份合约可是刚刚签订了没几年啊 还有就是将来一旦打下来辛特拉 由谁来统治这里呢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 好像都无法绕开辛特拉的诱识 也就是西瑞 有很多辛特拉的达官显贵 现在流亡在雅鲁加和的北岸 尤其是辛特拉的元帅维赛基德 召集了许多辛特拉的移民 他组织起了一支武装力量 但这支武装力量只可能效忠于西瑞 那么当务至极就是要找到西瑞 OK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继续 咱们下期继续